大家好我是烏秋風 24W45A來囉 首先來先看我們的中文 命名他們命名成什麼嘛 我們上一次新增的最主要的東西就是我們的眼花 翻譯成尼木花 尼木花 咬文絕字兵又來了 綻放的尼木花 那個閉合的尼木花 好像眼睛的花啦尼木 咬文絕字兵 翻譯容易陷入這種問題 就很像眼睛的花就把它翻成這樣 總之就是這樣啦 那另外一個沒有問題就是樹脂 然後樹脂塊 樹脂磚啦 樹脂磚頭就跟這個一樣地獄磚頭 這個應該沒什麼問題 那原本的這個就變成樹脂磚 對呀 這個沒什麼問題啦 眼花 開眼花 閉眼花 感覺 很好叫啊 就三個字就解決了 結果 搞了這麼長 沒關係啦 這就是 我覺得問題沒有到很大 好啦開始我們今天的更新內容齁 首先第一個變更呢 就是我們可疑的燉湯 效果 全部都跟基岩版一致了齁 耐火性3秒 失明11秒 弱點 弱點是什麼 虛弱7秒 再生7秒齁 其他相關有改的我這邊就不念了啦 對 就跟基岩版保持一致啦 不過我相信應該很少人在喝這個湯啦 所以這個就快速跳過 再來第二個更新呢 就是我們的狗狗貓貓現在交配之後呢 生下來的小孩 項圈會是這兩個顏色的混合啦 欸那隻小的咧 小的在這 橘色的項圈有沒有看到 這裡 變成橘色的項圈齁 就是不管你是什麼顏色 只要它能混合的顏色 像是藍色配紅色就變成紫色 生出來就是紫色齁 或是配白色就生出來就是粉紅色 類似這樣子啦 對 能配的能生出來的就是會變成它們兩個顏色的混合齁 除非這兩個顏圈顏色不能混合啊 現在連項圈都可以生出不一樣顏色的項圈欸 真的是 太神奇了 我以為生出來是統一顏色的項圈 都是紅色的 再去藍欸 總之現在就是可以改變項圈齁 也不知道為什麼要改變 再來說說我們的小怪齁 現在我們的小怪拾取物品有一定喜好程度了啦 像是我們的豬布林呢 他原本有時候會拿金劍嘛 如果地上有奴的話 他會優先撿起奴齁 那什麼掠奪者也是喜歡奴啦 那那個枯弓的話 枯弓變種 都喜歡弓箭啦 那個什麼呃 層屍就喜歡三叉級 就會優先拿起這些東西啊 另外新物品也有稍微更新一下喔 算是小更新啦 現在蜜蜂不會被這個閉眼花 欸對我就是要叫他閉眼花啦 那個剩下的太難念了 不念了 現在你拿著閉眼花或是野生的閉眼花 都沒有辦法吸引蜜蜂跟他騎互動齁 在上個版本會啦 他就會主動靠近這些閉眼花 然後就會中毒了 現在不會有這種事情了齁 欸沒有喔 你看經過會中毒啦 不過他會直接飛走齁 上個版本還會在閉眼花旁邊繞繞繞 然後就一直中毒 感覺有點蠢 現在不會了齁 還有其他小更新呢 就是現在合成在衣服上的文樣 用的是磚頭 就是我手上拿的這個啦 不是能放出來的磚了 對 兩個名字太像了齁 總之就是材料比較省了啦 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喔喔喔 我想到了 這一次還更新了一個 很古早的BUG 原來是BUG齁 在早期的Minecraft啊 如果你從高處墜落的時候 快要到地面的時候 按遊戲 退出來 然後我們在登錄遊戲的時候 他的下降高度 只有下降 算你退出遊戲的那一小段 所以是摔不死的 現在不是了齁 現在即便你退出遊戲 距離一樣是從你最弱的地方 開始算啦 所以沒有辦法用這招 登出伺服器 或是登出遊戲 再登錄 避免墜落傷害了齁 對 這個是BUG欸 這個BUG修掉了啦 以後不能再用這一招了啦 你可能要 坐船啊 什麼 水降落啊 雜七雜八的方法了齁 沒有辦法再用ESC登出了齁 好了以上就是這次快照完門修改的相關內容啦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 謝謝 謝謝大家 我會顧抖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